六十几公里 这里放了一下走路 能不能保持三连灌 这个事情估计有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越来跑运动员 赵家居 今年又来到泰国了 我现在正在清迈 今年第三次来泰国 也是参加BiUTMB 今年距离又比去年长了不少 变成180公里 然后我觉得每年都可以来泰国 参加一次比赛 因为这边温度适中 然后还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然后顺便再通过放假这种形式 去再去跑一趟泰国的山山水水 还有一个原因 为了拿西部100的名额 今年我失败了 今年西部100失败了 我明年我一定要做好准备 然后明年再去冲击一下西部100 然后最近主要是以恢复为主 恢复 之前我感觉身体太疲劳了 现在适当恢复一下 觉得反而对冲击前两名更加有 弄一点信心了 这次我已经带了很多装备补给 登山障碍多带了一副 然后鞋子 衣服 裤子我都带了 然后不是把老婆给带上 让他们做补给 这样也有动力一点 对吧 其实我的策略就是根据自己身体状态 自己身体状态好 我前面就跑快点 如果身体状态差的话 我前面我就跑慢点 所以说根据自己身体状态来 马上要开始比赛 艰难的一场比赛 是否能实现三连关 赛后再下结论吗 这边白天肯定是很热 十点钟起跑嘛 你想想一天肯定很热 所以白天我能减少一点 消耗又减少一点 5 4 3 2 1 Let's get 20 20 对抗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跟他们对抗 我觉得其实是跟自己对抗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可能 以最好的状态 去参加同一场比赛 可能我的好状态 他们坏状态 刚好我赢 可能他们状态好 然后他们又赢 我们要想着 未来还有无限的机会 只要你不停地站在赛道上 那你总会有赢的那么一次 对的 第二个人来了 我觉得要缓着来 要不然的话难受 但是今天肯定会不完赛 照片带起 好像我发现所有人都关注我退赛 但是我完赛他们不关注 我得第二名第三名他们不关注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会对我造成一定压力的 因为有时候我确实也完赛了 不能老说我退赛 其实我有完赛过 第二第三我最近也是得了好几个的 人生某个阶段 我们肯定要以当下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为主 对不对 这个跑步比赛 这是我一生的职业 对不对 我不一定都要飞要某个阶段 我要以它为主 有时候你一年爱情 对不对 你肯定要以家庭为主 对不对 人来的时候 或者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认为它很重要 咱们就是加倍去珍惜它 去跟它一起去度过那些属于你们时刻 我觉得这样才是人生应该度过的 比赛事业 这些后面你都可以继续 世界生活我觉得以后 以后还是肯定比赛 不会像以前比的那么多了 还是有计划的 然后去专攻某场比赛 比如有的比赛是为了拿名刺 有的比赛是为了冲击记录 然后这样去比好自己的比赛 然后家庭方面的话 我觉得如果生了孩子我也可以带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训练的时间 其实也不是很多 然后我可以有很多时间空前出来带着孩子 然后把家庭平衡好 我不能做一个运动狂人 然后整天就只要出去比赛 把老婆孩子晾在家里面 然后我希望可以带着老婆孩子 一块出去看我比赛 每个月去比一场刚好 不比多也不比少 对不对 刚刚A5之前山里面起了很大很大的屋 我感觉三米之外都看不清人 然后家居的帐篷还断了一根 还好带了备用的 然后腿上都是泥 身上也全是泥和汗 然后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现在把它换下来的衣服洗了洗 看它等待会儿它能不能用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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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几公里这里种了一下葱 现在稍微花菜而已 花菜花菜 放了一下有点涂 什么药 什么药 就拿喷嚷一下 鸡肉有点 有种子可爱吃 一刀子没在那儿 十多块有摸 这次又遗憾的退赛了 途中发生了很多事 上个月 在大雨山摩当 然后养山养了半个月 然后没怎么跑 上沫完全就跑不动 下坡还可以追追人 下坡追人的时候 这里又撞到了 大腿这里又撞到 然后里面肌肉已经肿了 跑得特别疼 然后没走一步都很疼 一个人都追不到 反而被很多人都超过了 最后在90公里退赛了 最近这个月训练不到位 训练不够系统 然后养伤养得太久 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导致这样的结果 接下来回去 我们进行一段苦其分的训练 然后争取下一场比赛 早日多多一场挂 因为我也两三个月没多挂 然后大家都关注我 要么冠军要么退赛 我不冠军 然后大家都说我退赛 其实我拿了好几个名词了 二三四我都拿过 但是大家只关注我冠军或者退赛 竞技体育开始是残酷的 大家只记得第一名 然后其他的 他们就没那么关注 所以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虽然说不是重新开始 但对我来说 就是重新再启程 然后再去训练 让自己达到另一个高峰